明明我就在室內 為什麼我要全身穿雨衣呢 因為我要來紓壓 用力甩再甩 在這裡用各種顏色顏料 亂潑亂灑亂畫 都沒人阻擋 光是用潑的還不夠紓壓嗎 還有一招就是用噴的 水槍水彩筆 油漆刷大小刷子 都可以盡情發揮 沒想到還吸引國外觀光客 特別來台發現 我是做金融業裡面做秘書的 對 所以壓力特別大 飛到台灣來看這個 對 就體驗一下 對 我自己也蠻喜歡這種 就是潑墨藝術 所以就想說 有看到就想要來嘗試看看 過程還蠻舒壓 因為它不是那種一般的筆畫作 對 它就是隨便你揮灑這樣 對 就可以達到那個放鬆的效果 然後它提供很多的工具 然後我們就可以隨著我們的心情 然後想就是畫下自己想畫的東西 其實有些人就只是當作手作課程來玩 結果玩一玩之後發現 其實自己壓力很大 然後就開始隨意畫這樣 讓你DIY的還有這一種 把貝殼打開取出珍珠 鑽洞裝上金屬打造個人的飾品 好 那我們下一個階段呢 就是要把我們旁邊加一拳 然後慢慢地敲 我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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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 敲 沒想到賣力敲打也讓人超療癒 而且在刻印上 專屬自己的記號 忍不住想要立刻帶回家 是希望可以透過人們 在手作的瞬間 透過自己手作 感受到彼此的溫度 最後的成品如何見仁見智 DIY體驗 花錢自己做成品 沒想到嬌人紓壓 反而是一門好生意 東森財經新聞 劉子彈留言在Tailo道